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做突破的动作 去年的10月份的高点今天做突破了 也就是说今天创下一年半以来的新高 这是韩国的股市 好了 不管如何 如果说要跟他们做比较起来的话 今天台股股市的确相对 相对比较弱势一点 不过这也合乎了 算是呼应了 我这两天一直在跟各位强调 要有一点戒心 我再讲到一句话 也等着今天也算是印证了 有这个正当性 就是要有戒心的正当性 我们各位不妨看一下 这是这两天的 这是昨天的传承稿1月10号礼拜二 昨天小涨7点 然后各位看看内容 其实我昨天大概有提到 就经验来讲的话 如果说真的有面对压力的话 我还是会建议各位 消极的话 不妨采取减低持股的比例 那积极的话 麻烦你就用眷空来应对 但是一个算是也是降低伤害 退出观望 另外一个是反方向的强举好好赌 两个都算对 而且两个都可行 但是呢 我要必须要讲就是说 如果你都不做就是不对 只能够挨打 就像今天台股好了 今天台股在盘中来讲 几乎三个小时都在平板附近晃 晃过来晃过去 当然很多人是观望 但是我不会建议自己会员做观望 我也不会建议自己的观众朋友 做观望 因为观望的话就不对 怎么说呢 因为你观望下去的话 只要盘是假设啦 往下跌下去的话 你根本就不晓得怎么做了 因为你在观望的心态 观望下去的话 你只是告诉 哦 只是告诉你说 结果就这样子的掉下去了 掉下去 你要让我来干嘛 所以呢 我会建议你 只要遇到高档整理的时候 像现在来看的话 等于是高档整理 你看到这个图形的话 就等于是高档 高档的整理 而且遇到全部的高点嘛 你宁可降低持股 你如果不敢放空的话 可以降低持股 当然你可以看我们怎么操作的 今天我们的持股 会让你叹为观止 怎么说呢 你看下去 自然会知道 不过如果说 你这几天有把我们节目 当连续继续看的话 应该会知道 你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昨天的最后一句话 不管如何 盘事是会变动的 操作绝对也不能这样化 面对什么样的盘事呢 心中该有什么样的谱 该有什么样的出手 是很重要的 好 那你看一下我们的出手 这一张 我昨天就给各位看过了 不要怀疑 不然的话 你可以看网路上的重播 网路上多的是我们的重播 这是1月9号 在礼拜 礼拜一 前天 这张我昨天1月4号 给各位看过的 那写了什么话呢 我们不妨再看一次 就是我这边所写的 我们当天在1月9号的时候 是空896 东江西班就十块 那当然是没有赚到钱 这怎么可以赚得到钱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现在来看的话 当天来的话 宛如玩笑一场 我还写了说 此时未赚 还是未赚 还是要赚 你看我写了这么有信心 好了 看完1月9号之后 看1月10号 1月10号呢 其实它等于是 从头到尾都在平盘之下了 1月9号空896 1月10号呢 就收盘895 会获利吗 请看下去 好了 你现在看到这两张 都是在昨天1月10号的节目当中 你会看得到的 对不对 都没问题 看完之后呢 你忙碌你自己看图形 我们直接用电脑给各位看 这样看有没有 文帽啊 今天1月11号 是不是直接跳楼大拍卖 一根黑棒下来了 好 你看到的是昨天1月10号的文帽 看到的是我写的这一段话 会获利吗 请看下去 896空在1月9号 1月10号收盘895 感觉上根本没有什么钻到 但是1月11号 已经算是看到一种初步的结果了 因为它直接杀下去 所以如果杀下去的话 你如果按边不动 持股在那边 那不是坐以待毙吗 给它让它下去 你能够坐立 一定是坐立来按的嘛 不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结果我们是分空的 你可以看到这一张 这一张的话 今天把它印出来了 直接让它杀下来 1月9号空896 今天收盘跑到88块钱来了 很不当一个人赚了 1块6 1.8%了 percentage还不算太高 也就是说爬线数还不算太高 但是可以让你感觉到 真真实实的获利 大盘今天才跌4点而已 今天也没有跌多少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大盘的跌 跌4点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急杀的一个现象发生了 还我觉得这一档股票 因为这档股票 昨天有特别跟各位讲了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早上 要做动作都还可以 如果说你今天早上 要放个空 你还是可以跟着上这个顺风车的 但是如果说真的漂亮的话 今天还有另外一档股票更漂亮 就是我们今天早上 还做了一个动作 漂亮在哪里呢 你看下去 好你看到是 现在还是回头去看1月9号 1月9号 我们当时不是提到 郁金光这档股票吗 我们当时放空在这个圈圈的位置吗 最高点我没有放 当时早盘的这个地方我以为没放 我们在10点钟下节目嘛 10点钟下节目之后呢 我们就立即做出了眷控的动作 这个圈圈 我们为什么就讲10点钟下节目 我们干脆提早来跟各位稍微报告一下了 你这几天如果有看节目的话 应该知道 我们从2017年就今年的圆月开始 除了你现在看的时间 可能就去5点半 下午5点半到6点的 那早上也有 所以你下午看完之后 你上午还是可以看 不会重播的 不是下午播一播 你会跑到上午来重播 不是这样子 那当然不是说上午播一播 就跑到下午来重播 也不是这样子 所以上午的一种 尤其是上午9点半到10点 这是现场及时的节目 盘都还在跑 我们是及时为各位结盘的 OK 好的 那你现在看到 觉得我们到10点 等于是我10点下节目 阿里你知道吗 我们的办公室 离四眼某很近 走几步路就到了 甚至比自己厕所还近 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 集几路律令 10点钟下节目 10点2分已经传达到您手中了 速度非常的快速 放空下去 10分钟不到 急杀 下去 下去 再下去 这是1月9号 礼拜一的变化状况 当天空108.5 收盘是105.5 很不当 立马就赚了3块钱 好了 讲完这张之后 昨天其实也给各位看过了 昨天呢 哎 竟然拉动尾盘了 1月10号 拉动尾盘 跟着八百起来 八百起来 跟着整形起来 感觉 好了 收盘变成107 变成小站1块半 前天立马赚了3块钱 隔天缩水变成1块半 那怎么办呢 折半 你看下去 自然会知道 好戏还在后头里 1月10号看完之后 看到今天1月11号了 1月11号我做了什么动作 你知道吗 9点2分等 是一开盘的时候 我们就做这个动作了 我们稍微把它拉近一点镜头 建议没有郁金光的 因为会员随时再进来 新会员还是要告诉你 你可能手中没有 所以呢 郁金光我们做的太有心得了 没有郁金光的话 没有郁金光空单的话 108.5这个地方呢 市价做均空 市价 市价的均空下去 好了 看一下 1月11号 今天早盘 今天早盘最高还跑到 109.5 对不对 市价做均空 108.5已经成交的了 因为我们当时在空的时候 根本就是刚开盘 正真一刹那 我们各位看一下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我们直接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今天早盘之后呢 9点2分在哪里 108.5 是不是跑到109 是不是跑到109 再继续看下去 2分37秒 是不是跑到109.5 就算你到3分钟的时候 还是109 到3分钟4分钟的时候 108.5都还在 这个地方都还成交108.5 没问题哦 所以能跟你讲说108.5 这15点2分39秒 就常常到你手中了 是可以成交108.5 甚至于109 109.5都可以成交的 好了 行高 好 成交最好 成交就这样子下去了 盘 你也知道整个 今天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平盘附近晃 那是大盘 你可以看到这是大盘 晃了半天 它也在那边晃 晃久了之后 1点钟过后 腿软 踩得扔下去 整个跪下去 然后呢 杀杀杀杀到最后一半 都还在杀 杀到105收盘了 105收盘 你也知道 我们连续空两天的 1月9号 1月11号 连续两天空个108.5 今天收盘105 那请问你赚到多少了 如果说 如果说以1月9号来 不是这一张哦 如果说以1月9号那一天来看的话 是收盘105.5 我们空108.5 当天收盘105.5 等于是立马赚三块钱 但是呢 过了这两天 105.5就变成 今天收盘变成105 更低了 所以新旧会员真的是一起抓呢 是不是 我们曾经承诺过 这档股票 我们在12月份有赚过嘛 你们先回头来看一下 这12月份 我们当时是用做多的方式 12月27号切进去 当天切101收盘102 隔天就涨停板 在隔天拉高的时候卖出去了 这样三天的时间探十三块 12.9% 抗六 收工若带伟安 这是在12月份 当时的郁金光 那我们当时也提到 郁金光既然做得那么有心得 手非常 那个热感一直都存在 所以呢 我们随时会把它做回来 既然随时做回来的话 你就不要去在乎说 我一定要放空的方式 或做多的方式 反正就是要让你赚到钱了 好了 结果你可以看到 12月29号下车114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郁金光就再也没有114了 只会更低没有更高 只会更低没有更高的话 所以我们才会在1月9号 改于做108.5放空 对不对 做多也在做 做空也在做 然后到今天来的话 已经变成105了 而且今天都还要多空了一次 1月9号 今天是1月11号 又空了一次 两天都空在同样的位置 108.5 而且哦 今天早上哦 不要忘记了 今天早上9点半到10点的 半分钟节目 我都还在讲 我说我们就空在108.5 我在讲的时候 今天也要叫你108.5 我在讲的时候 还是108.5 换句话说 你如果真的 你有心 你既然已经看到我们节目了 你有心去做这个动作的话 你可以空在108.5里 跟我们在同样的价位 这样要担心 你要感谢我吗 真的 要感谢我 怎么感谢我 怎么感谢我 还要我多说吗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头顾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得加速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得加速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施着各种生涯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不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地震真可怕 地震别害怕 看我的防震宝典 防震宝典 平时应固定家中电器及家具 规划避难逃生路线 与家人约定联络方式 准备紧急避难包 那地震是怎么办 保持冷静 立即趴下 掩护 稳住抓住桌角 记得哦 保护头颈部最重要 有备无乱 临阵无乱 各位好 欢迎回到飞月十倍速现场 我是蔡宜江 那么刚上个阶段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一档式的文貌 一档郁金光的操作 而且哦 我们所谓的空单式 根本还没叠之前 就已经放了哦 放了这边 还要糟告天下 还要包括郁金光 在做多之 做多后来飞上去的嘛 那我们也是在 飞上去之前 就跟你讲我买了 我觉得讲得太坦白了 讲得太坦白了 好 不管如何 如果说你不想错过的话 一个方式就是看节目 记得哈 我们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 早上九点半到十点 这是本来就有的 这是盘中的节目时段 换句话说呢 盘在跑 我们也在跟你做解盘的动作 是根本就是挑战盘式 好 包括今天早上呢 你回头看盘式 今天早上如果有看的话 就跟你讲 这个高点 就是今天的最高点 我高点盘开盘 没有 高点盘来盖盘的什么 就跟各位讲了 今天早上的高点呢 九十三八四呢 就是不会过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看到一点半都不会过 就今天早上讲的哈 九点半到十点都讲的哈 那当然如果说你不 没那么幸运的 错过了早上节目 可以的 下午你也可以看五点半到六点 当然节目内容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不过大部分都一样 反正就是我在讲嘛 声音也都一样 人也都一样 股票也都是大概雷同 只是告诉你 就收盘了 那你验证成果 早上讲的 下午就等于是在验证成果 甚至于下午都还预测到 隔天的盘式去 都会 像郁金光来讲话 其实这个都是 今天早上就讲了 早上早盘的时候 要走到这边而已 都还跑到108点 我都还走一次 请问你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做了 这个我就没办法去干涉太多了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入会了 你肯定会做 你入会了肯定会做 所以不管是9月9 1月9号或1月11号 空108点 我今天已经算是赚钱了 郁金光做空也下去了 做多也上来了 其实你看在眼里 郁金光12月份做了 其实整个12月份 整个大盘 最后派的能够过 这个是郁金光 这个是环球晶 都让我们做就对了 你说这是 两个字幸运 就能够解释一切吗 难道我只是因为幸运 然后带你去 操作这些国票吗 好啦 就算幸运 你请问你不是要找幸运的老师吗 难道你要找一个 博幸运的老师吗 对不对 那当然我不认为说 只是幸运两个字就能够解释一切 因为金光当时在12月27号切进去 两天之后呢 因为切入进去 隔天就涨停板了 再隔天就拉高 我们就下车了 速度非常快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从那天下车之后 就真的没有更高了 给你看图形 12月29号出在这里 12月29号 对不对 你自己再看一眼嘛 12月29号出嘛 114嘛 出完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更高的日子发生过 没有啦 就没有更高啦 下来了 好 那下来就变成 用放空的方式了 因为太熟悉这张股票的股性 还有同时也发生在环球晶也是一样 环球晶的12月6号切进去 只有13块 那么当天我就立刻讲了 因为盘中的节目嘛 当天就立刻讲了 说实在的 还差点被打脸 为什么呢 有人冷眼旁观 可能还会偷笑 好 你要吃大大 说你要93块开盘 当天开盘下93块 结果竟然收盘去 跑到91块半 所以有些人就是 可能会偷笑了 偷笑说 你也跟他说 要93块收盘 91块盘 我看你名字就要跟他说 隔天我就照样讲 而且我讲得更大声 为什么呢 你自己看图形就知道了 一定要更大声了 我当天12月6号买93块的时候 其实我都记得 价位我记得 12月6号收盘是91块半 隔天收盘93块 就变成跟我们买的一样了 在隔天收盘100块 休息三天之后 再拉档 掌停板是108块半 再拉三天 我们在12月19号出117 你看现在环球金多少钱 现在差多少 今天是收盘108 我们做到117 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 今天是1月11号 我们是12月19号出的 出117 今天1月11号收盘是108 给他看差多少 所以见好就收 我们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见好就收 见不好也得收了 我们昨天不是告诉你 我们文档股票 见不好也在收了 也接着也收了 不过见不好收 那一档股票都还在获利 获利状态之下去见不好收的 因为想说见好就收的话 可以算是赚更多一点 但是问题是 他没事转折下来 没事转折下来的话 不好了 见不好了 见不好我们就把它收了 但是即便是见不好收了 还是赚到钱 那一档是同志 3552代号的同志 我们昨天说过了 这档股票已经算是 下车落代为安了 所以你看到是郁金光 还有环球金 不要忘记了 我们最近这两天 还跟各位谈到另外一档股票 这档不是别人 就是云品 1月11号 今天早上我们都传出这个讯息了 我们稍微把镜头拉近一下 早上8点45分 云品2748代号这档云品的12月份的营收 月增23.6% 年增23.5% 股价看好 所以你安心续报 1月11号 请问你云品 讲到云品的话 大家想到的是饭店 要么就是吃这树山 要么就是睡觉 对不对 好了 但是呢 还可以想到就是 我们在赚钱 因为我们连续这几天讲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今天早上传出去的信息 1月11号8点45分 我刚刚念过了嘛 那事实上呢 往前看的话 1月6号开始讲的 7月501 收501也是要赚 然后1月6号看过来 1月10号到这里 你看一下哦 棒指示往上哦 1月10号是昨天礼拜二哦 黑棒哦 那今天是1月11号哦 你看是不是拉得更高了 有没有 那当然就获利越多了 我昨天还写获利中耶 那今天拉得多拉 这个红棒不是获利更多了吗 亲爱的朋友 这是做多的 亲爱的朋友 你再可不可以看一下 所谓的高级分析师 多空都要能够赚 同意吗 你总不得只做一个方向的 太多的人 不只是投股老师 还包括更多的是 投资人 一般的投资人 或者是说叫散户也对 他们都只做一个方向 我刚才告诉你哦 像我现在最近哦 我一个特别会员 我刚才讲说 放空什么什么 亲爱的事 我们只要放高什么呢 我病人还要再教育哦 那你想想看啊 如果说你入会之后 经过了教育 你都会了一项技能 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 那因为他是特别会员 就可以跟我讲到电话 你刚刚跟我讲说 蔡老师 我们在办康是什么呢 好了 我现在顺便教各位一下 做多 就是买股票就等于做多嘛 因为你买股票就是因为 你认为他会看好嘛 就往上涨嘛 所以你会买进去嘛 对不对 所以往上涨的话 你就赚到钱嘛 相反的方向就等于做空了 也表示说你这两股票是往下看的 认为他会跌 做多是因为他会涨 你买进去 涨上来 获得价差 那是算你赚到的 做空 如果他跌下去 也算是你赚到的 因为这也是价差 只是方向相反 这是做多 这是做空 这样子了解嘛 就这么简单 那当然如果他不了解的话 因为我们特别会员 是可以跟我讲第二话的 所以我就在电话中来告诉他 那当然有一个重点 前提你是要看信用交易户 那结果他问我 什么叫信用交易户 好了没关系 我还是可以教他的 不管如何 我再告诉各位 做多做空都是一项工具 没有什么是非对错 但是呢 要一定要会 因为毕竟 如果大盘上去的话 做多 大家可以赚得到钱 那是没问题 万一大盘往下跌呢 难道你没有经历过 民国92年的SARS事件吗 或者说你难道 你没有经历过 2008年的金融海啸吗 那个都是做空 才能够获得 最大利益的一段时间 不管如何 做多做空都是工具 但是要能够 善用这样的工具 都能够帮会员赚到钱的 这个老师 他们讲太少 太少 好了 一样的 不管做多做空 反正中高价位的股票为主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非要家族 那中低价位的股票为主的话 你就选择十倍数会员 因为毕竟 有些人专做中高价位 有些人专做中低价位 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家族 好不好 那当然 如果你都做 中高价位也做 中低价位也做的话 你可以选择的就是 超级双奖炮 因为这也是电话询问度最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同时兼具两种会员的股票了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行情启动 您都不会让它掉落下去的 获利真的是无法当的 好不好 那至于电话在哪里 就在广告里面了 希望您主动一点 赚钱一定要主动的 好吗 祝福您了 也谢谢您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拖货 所以全力以赴 令达特步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烧台风影响 各地天气不稳 提醒民众请勿 台风天就是要冲浪 台风天 还是带大家最好 好 我要出发了 台风天带大家比较安全 台风天带大家才能美美的 有民众受困在团集的喝水 台风天带 谢谢大家